在很多戏中,我们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,那就是一些明星在拍戏时,只会拍上身,而不会拍全身,这到底是为什么呢? 一方面是因为剧情需要,另一方面,下身的打扮真的不适合拍,搭配太怪异了。 一些场景,因为道具的原因,更是不敢露出下身了,比如第一张图,这个时候是炎热的天气,可是演员此时却需要拍古装戏,需要穿厚厚的古装服,在夏天要穿几件衣服,而且是古装,这样的热,演员的辛苦可想而知,于是就有了一张现象,下半身穿的是下装,可上半身为了拍戏,还得穿厚厚的古装,可这没办法,拍戏是不分季节的。 在热天需要拍冬天的剧或古装剧,那是最糟糕的呢?为了凉快些,演员的上半身和上半身的穿着,就有了非常大的区别。 上半身是冬天的装扮,下半身可能就是夏天的装扮。 看图一的这一位演员,下半身露出白花花的大腿,上面这是厚实的古装。 如果真的把全身拍下来,那得多怪异啊,因此这个时候只能拍上半身了,一般明星只拍上半身,还有一个情况,那就是夏半身用了道具。 比如演员遇到了骑马的戏份,有些地方不好骑马,或者演员本身不会骑马,于是就可能直接骑在人的身上,把人当成马骑,以达到拍戏的效果。 当然,这个时候下面的人就比较辛苦了,需要背着整个人,而且还得配合拍戏,要是一个女演员骑在身上还好点,体重比较轻,可如果是一个壮汉,那就悲惨了。 遇到这样的戏份,自然的,只能拍上半身,让人看出是骑马的样子,其实哪里是骑马啊,是骑人啊。 此外,有时候拍马戏的时候,也用到了假马道具,并不是针吗?下面用的道具,自然不能进入镜头的,只能拍上面的。 这样的戏拍完后,再经特效效果,就像真的骑马了,而在冬天拍夏天的戏时,也同样遇到类似的问题。 在冬天拍夏天的戏,上半身穿的少,为了演戏吗?和下半身很可能,就是穿了厚厚的裤子,甚至永远被遮在下半身,以免被冻坏了。 这样的情况,也只能拍上半身了,下半身也是无法入镜头的。 当演员遇到了冬天拍夏天的戏,夏天拍冬天的戏,就是最为辛苦的时候,明明冷的要命,也要做出一副很热的样子。 明明热的要命,可却要做出很冷的样子,真是佩服演员的演技。 其实,无论哪个行业,想要有不菲的收入,都要经过艰苦的努力,承受常人难以承受的辛苦的。 我们看到演员行业很赚钱,可真正赚钱的只是那么一小部分,有名的当红演员。